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散医生 感谢David 感谢艺人 感谢各位的支持 如果说以怎样的方式去了解 中共这样内部系统 怎么选拔人才 怎么使用人才 怎么去挑选人才 只有是说 看那些经历过这些经历的人 他们是怎么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 恰好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写出了进出中组部 也写出了现在正在连载的 进出新加坡监狱 这样的一个严怀先生是 不可多得的 这样的一个目睹着习近平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 关键到连新加坡李光耀 都要去参考严怀先生 在中国中共中组部的经历 来分析中国的人事布局 在我们的华尔街联报中 现在的进出新加坡监狱 已经是连载到了 李光耀都要来问 严怀先生 这个中组部中 如何去选拔中共干部 这样的一个环节 依然也有 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那么无论是川普也好 还是贺锦丽也好 他们对华政策到底有何不同 关键到底在哪 那是不是说 川普如果胜选 又要加税加税加税 而是说贺锦丽真的是 只是延续拜登对华政策 这么简单 这些分析都在华尔街六度之中 那在明天 华尔街论台会继续回归 我们继续聊各类的大新闻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辩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卡玛拉哈里斯 和唐纳德特朗普 对中国的截然不同立场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延续了拜登的路线 但在面对中国这个全球强权时 他却选择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战略模糊策略 甚至在关于台湾的问题上 没有重申美国的保卫承诺 与此同时 特朗普则以其特有的狂野风格 时而威胁以惩罚性关税 时而暗示不会捍卫台湾 甚至声称自己让习近平尊重他 哈里斯的阵营似乎并不恐惧 强调对中国的竞争不应该寻求冲突 而是要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 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内部对于应对中国的分歧 有人认为应该采取更为温和的路线 而不是盲目对抗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 哈里斯的中国政策将如何演变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自于经济学人 这是一家已深入分析和全球视角文明的国际新闻出版物 文章探讨了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 尤其是在台湾防卫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文章指出 哈里斯似乎在对华政策上与总统乔·拜登有些许不同 他倾向于避免将中国视作敌人 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持对话 而不愿意参与贸易战 而特朗普则以一种不确定性威慑 包括通过贸易关税威胁中国 甚至以其疯狂的形象来保持压力 文章首先分析了哈里斯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在台湾海峡问题上 美中关系十分紧张 拜登曾多次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将予以防卫 然而哈里斯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 拒绝重复这种承诺 表示自己不愿进行假设 这种态度显示了他故意回归到 拜登之前的战略模糊政策 战略模糊是指美国不明确表示 是否会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冲突中干预 这在当前高度紧张的局势下 显得尤为突出 与此相反 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模棱两可更加极端 有时候甚至暗示台湾不值得保护 或暗示通过关税等经济手段威胁中国 在非疯狂的政策框架下 战略模糊性是被编入台湾关系法的 这项1979年通过的法律承诺 美国将为台湾提供自卫武器 并维持其力量 以抵抗任何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 哈里斯的助手称 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 与台湾关系法相符 意在让习近平放心 美国不会主动推动战争 然而这种姿态可能被误解为削弱美国的决心 哈里斯在同一采访中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 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时 他提到了伊朗 而不是通常的答案中国 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唯一一个有能力 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这种表述显示了与哈里斯口径的不同 因此 也许哈里斯提到伊朗 是因为他最近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导弹 他的顾问称 副总统对中国清醒 并指出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言论 强调美国应该赢得21世纪的竞争而非中国 同时维护全球领导地位 文章还提到 哈里斯尽管在语调上比拜登和特朗普更为温和 但他的政策评论大多与现行政策一致 他强调竞争但不寻求冲突 主张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 对于中国的唯一警告是 如果他入侵台湾 将会产生真正的经济后果 哈里斯目前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摆脱拜登的阴影 任何政策上的差异 可能被解读为不忠或引发政治对抗 而特朗普则指责他在对中国政策上软弱 他的团队表示 他完全支持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负责任管理的竞争 这包括国内的产业政策 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 以及加强在亚洲的联盟关系 自2023年11月 拜登与习近平会晤以来 美中之间的尖锐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但由于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 以及中国与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 这种缓和态势可能无法持久 美国国会授权的国家安全战略跨党派委员会警告 美国面临自1945年以来 最严重最具挑战性的威胁 包括近期可能爆发的重大战争 哈里斯的团队似乎并不担心这些警告 也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会听从委员会 关于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建议 至于专制轴心 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合作越密切 美国就越能团结更多的盟友 如果当选 哈里斯的中国政策将取决于 他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他的任命团队 拜登在外交事务中积累了一生的专业知识 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求得 布兰切特指出 民主党那些人认为拜登走得太远 希望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一些民主党人甚至认为 中国作为专制轴心中最值得竞争的成员 虽然他可能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 但在某些领域与美国的合作仍有可能 此外 特朗普政府的前白宫官员伊万卡纳帕西补充说 如果美国同时面临两场战争 且不打算增加国防开支 那么就必须在太平洋地区降温 请大家现在进入六度辩论环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相信哈里斯的策略是维持战略模糊性 这是一种巧妙且务实的外交手段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 任何过于强硬的立场 都可能导致对方的过激反应 尤其在涉及中国和台湾的敏感议题上 哈里斯的立场让中美之间 保有一个可谈判的空间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和误解 这是一重负责任的政策 符合台湾关系法的精神 并且有助于稳定亚太地区局势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疯狂威胁 只会加剧两国的紧张 甚至可能引发误判 正如历史上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苏双方的克制 最终避免了一场灾难 哈里斯的策略 正是在模仿这种克制 防止重蹈覆辙 哈里斯的战略模糊性 可能被解读为软弱 这反而会助长中国的冒险主义 当面对一个有意扩张的对手时 过于模棱两可的态度 可能被视为缺乏决心 这正是特朗普希望避免的情况 特朗普的疯狂表现 尽管看似不稳定 却可能让对手畏惧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一种使用不确定性 作为威慑工具的策略 正如孙子兵法 中提到的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特朗普的策略让敌人难以预测他的行动 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压力 这可能比过去任何单纯的武力威胁更有效 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这样的强硬立场或许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 然而特朗普的疯狂策略也有其重大风险 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后果 历史上许多战争就是因为误判和不确定性而爆发的 亚历山大大帝在面对波斯时 正是因为过于自信和鲁莽而导致了后来的困境 以战略模糊性来处理对华关系更能避免此类误判 哈里斯的政策不仅在于保持一个不确定的立场 以防止对方的误解 还在于维持和中国的对话管道 使两国能够在危机中及时沟通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升级 这样的做法更符合现代国际政治的需求 也更能适应21世纪的复杂国际形式 尤其是在多极化的世界中 和平和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哈里斯的战略模糊性 看似精巧 实则可能让盟友感到不安 盟友需要的是明确的承诺和支持 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政策 正如韩非子所说 明军治国必以性为本 特朗普通过展示强硬立场 让盟友看到美国在面对威胁时的坚定不移 这反而更能促使盟友团结一致 历史上 冷战时期的北约就是因为 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态度 而形成的强大联盟 哈里斯的政策可能使美国的盟友怀疑美国的承诺 最终削弱其在亚洲的影响力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对手 盟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需要一个明确而强硬的政策来保证 确实盟友需要美国的保证 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采取激进的立场 哈里斯的策略强调维护国际秩序和推动多边合作 这是另一种吸引盟友的方式 当前的全球挑战 如气候变化和疫情 更需要国际间的合作 而非对抗 哈里斯希望通过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来建立一个更稳定和可测的环境 这样的环境 反而能够增强盟友对美国的信任 因为它显示出 美国对于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正如马歇尔计划 在二战后重建欧洲班 哈里斯的政策 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合作和理解的长远战略 而非仅仅依赖于武力的展示 这样的策略从长远来看 能更有效地巩固美国的国际盟友关系 然而 哈里斯的政策可能被中国视为美国的退缩 从而鼓励其更具侵略性的行动 正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因为误判英国的退缩而加强军备 最终引发了战争 特朗普的策略虽然被批评为疯狂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不确定性 让中国知道美国不会容忍其扩张行为 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有责任展示其强硬的一面 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警告 也是对全世界的信号 美国仍然是全球秩序的保护者 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够混乱 任何微弱的信号都可能被误读为美国的软弱 只有通过坚定的立场 才能确保全球的稳定与和平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本次辩论中 楚天书与谢琪琪展现了对中美关系的深刻理解 与各自独特的观点 楚天书强调 哈里斯的战略模糊性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 能促进中美之间的对话 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 他的观点基于历史教训 提到克制与对话的重要性 这在当前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尤为重要 然后 他的论点在于 稳定压太局势不仅需要强硬 也需要合作与信任的建立 相对于楚天书的观点 谢琪琪则强调 哈里斯的策略可能被解读为软弱 让中国有机可乘 他引用历史案例 指出强硬的立场能有效约束对手的行动 从而维护美国的利益 他的论点强调 美国在面对阔张主义国家时 应该展示出坚定的态度 以增强盟友的信心和全球的稳定 两位变手都指出了各自立场的可行性和风险 但在我看来 楚天书对于合作与对话的重视 对于当前的国际环境尤为关键 谢琪琪的强硬立场则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但过度的对抗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 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单一的强硬政策可能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挑战 楚天书提到的多边合作 开放对话的必要性 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期待 而谢琪琪则需要更深入地考虑到 强硬的政策是否会在无意中推动对手的激进行为 形成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不仅反映了两位变手队中美关系的思考 也引发了对于外交策略的深刻反思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 如何在强硬与柔和之间寻求平衡 将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挑战 希望楚天书和谢琪琪能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题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与启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震撼人心的案件 哈尔滨退休公安副局长于涛及其家族涉嫌黑恶犯罪的丑闻 这位曾被誉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公安高官 如今却被揭露为黑道头目 他的妻子也不甘示弱 曾是哈尔滨市人大代表的他同样被牵涉其中 经营的满汉楼餐饮企业更是名声在外 却也成为了黑幕的掩护 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 于涛的姐姐和其他家庭成员也被列为嫌疑人 这一系列的曝光让人不禁想问 这样的腐败如何在公安系统内部滋生 从刮骨疗毒到如今的涉黑大案 哈尔滨的警戒究竟还有多少隐秘未被揭开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黑道团伙的背后 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交易与利益 今天的节目将揭示这起案件的方方面面 带你走进这场惊心动魄的调查背后 探索真相的每一个角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哈尔滨这座冰雪之城 一场涉及高层警务人员的黑暗风暴正悄然酝酿 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揭示了一位 曾经备受尊敬的公安副局长余涛的堕落之路 他在退休仅三个月后被指控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整个城市 也揭开了他妻子张旭霞的秘密生活 他不仅是哈尔滨市人大代表 还曾是被赞誉为包袭大王的餐饮业大亨 余涛 这位曾经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在哈尔滨的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公开资料显示 他出生于1962年 自1981年投身公安事业以来 便一直在刑身一线拼搏 2004年 他出任呼兰区分局局长 并于2011年升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 多年来 他参与破获了无数大案要案 曾被央视采访时面不改色地描述着 扫黑除恶的工作 但就是这样一位公安战线的英雄 竟暗中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 照之暗的光环未及消散 隐藏在背后的黑幕便逐渐显露 余涛的妻子张旭霞 别名张旭 在哈尔滨可谓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女性 她创立了满汉楼连锁酒店 自1996年开业以来迅速发展壮大 至2017年已拥有6家直营店 满汉楼以包袭大王持名 成为当地婚宴市场的风向标 然而 在这些光环下 她的商业帝国被指控与黑社会活动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旭霞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 她还在社会职务上表现活跃 她不仅是哈尔滨市人大代表 还是哈尔滨市三八红旗手 她所获的荣誉 包括黑龙江白行百业女性创业精英 时代最美女性等 然而 随着于涛案的爆发 这些荣誉背后的阴影也开始显露 哈尔滨市的警戒 曾在2020年经历了一次 刮骨疗毒的整顿行动 以清除腐败和违法行为 然而时隔四年 这次整顿似乎并未完全奏效 于涛的涉黑案件 再次揭露了警戒内部的黑暗面 此案的侦办 由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 由基西市公安局异地操刀 揭开了一个 以于涛为首的庞大犯罪集团的全貌 此次事件不仅让哈尔滨市民心生愤怒 也引发了对整个警务系统的信任危机 这位曾经的好警察何以堕落成为黑社会头目 他的妻子又如何在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些问题都急待解答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案件中 真相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而正义或许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到来 在故事的开头 我们见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原副局长于涛 他在调查开始后 火速成为了社会的焦点 紧随其后的是 他的妻子张旭霞经营的一家餐饮企业 遭遇了一场惊人的火灾 被大火吞噬的并非是普通的饭店 而是一艘精心改造的船只 停靠在松花江边 成为了该饭店的宴会场地之一 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只要你在哈尔滨稍微打听打听 就会知道 它是以其美食和绝佳的江景而著称的地方 仿佛命运之手无情地拍了一下 于涛被查后的第二天 这艘船场地就火了 直白地说 事情还真是火上浇油 话说回来 这位于涛名字听上去 像是个普通的中年大叔 实际上背景可是丰富的像一部黑白片 身为公安局的原二级巡视员 他的卷入牵扯出一系列围绕在哈尔滨的灰色故事 根据青莲龙江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更劲爆的是 于涛可能与哈尔滨忽兰区的 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案有关联 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案件 影响范围之广 时间跨度之长 只有教父电影能与之比肩 在人们还没有从火灾的阴影中缓过神来时 另一个大瓜就被抛了出来 于涛的妻子张旭霞 这位在哈尔滨餐饮界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 突然退出他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 他的商业版图原本就如同蜘蛛之网 紧密又复杂 1996年 他在哈尔滨到外区开了第一家饭店 随后以张旭的名义注册了餐饮公司 成为该行业的一位女强人 然而随着忽兰区涉黑案件的曝光 他的商业帝国似乎也受到了震荡 一一退出了许多企业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难道他早已遇见了什么 还是仅仅是个偶然的商业策略 尽管张旭霞的企业经历了一系列退出游戏 但根据上游新闻的调查 他的餐饮公司依旧在正常营业 仍然是当地美食界的传奇 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感叹 有些事情的背后 或许总有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就像这场火灾 虽然船只烧毁 店铺依然如故 仿佛不曾受到任何影响 这里面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玄机 或许我们只能从不断曝光的调查中窥见一般 而我们的主角于涛在忽兰区的任职经历 又让整个案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2004年至2009年 他任忽兰区公安分局局长 任期内正是忽兰区各类涉黑案件的发酵期 这段历史似乎埋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今逐渐浮出水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曾在2019年揭露了 哈尔滨忽兰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暗称此类势力存续时间长 影响甚大 问题复杂 几乎可以媲美一部长篇犯罪小说 有趣的是 尽管这些案件像悬疑剧一样引人入胜 哈尔滨市民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因此停滞 10月23日的上游新闻记者继续奔走在于涛那些秘密经营场所 看到张旭霞的饭店依旧热热闹闹 似乎所有的风波都没有影响到这里的生意 店员们不慌不忙地端菜上桌 客人们依旧谈笑风生 仿佛这里的火灾从未发生过 就在此刻 哈尔滨的这出大戏正如火如荼地上演着 留下的是我们对真相无尽的猜想和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就像是看了一场扫黑风暴电视剧的现实版 于涛曾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却摇身一变成了涉黑头目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英雄不问出处 但反派都有故事 从仅四十余年 曾多次立功受奖 怎么就突然黑化 也许是权力的腐蚀 让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哈尔滨警戒的刮骨疗毒行动 似乎起了点作用 但没想到还会有这么大的漏网之余 是不是该考虑再来一次 刮骨疗毒2.0版呢 这次要刮得更彻底些 以免再有于涛出现 毕竟谁能想到 一个曾经的扫黑英雄 竟然成了黑帮大佬呢 哦 我的天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树大有枯枝的道理 于涛的变质 可能早有迹象 只是我们没注意到罢了 说到底 那些称号 功勋 也许只是一层光鲜的外衣 用来掩盖他与黑暗世界的勾连 毕竟 他的妻子张旭霞 可是哈尔滨餐饮界的大姐大 这家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背后是不是有点神秘力量在帮助呢 想想吧 于涛2019年 就在央视谈扫黑除恶 而同时 他的家族企业 却在如火如荼的发展 这种讽刺不比教父还要精彩 再说了 别总怪黑龙江公安部刮骨 谁能想到 一个优秀警察 会变成涉黑头目呢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理 但你不觉得这像是一出黑色幽默吗 就像那些警匪片中的桥段 警察与黑帮之间的界限 变得模糊不清 你提到张旭霞的餐饮王国 这让我想起了 绝命毒师中的 洛斯波洛斯快餐连锁店 表面上是鸡肉餐厅 背地里却是毒品交易的掩护 或许满汉楼也是如此 只不过卖的不是炸鸡而是后台硬 于涛在警戒的地位和声望 或许就是他们家族壮大的保护伞 然而正义的来临是迟早的事 虽然这次哈尔滨的刮骨疗毒只持续了四年 但如果情况需要 为何不再来一次呢 毕竟驱出毒瘤是个持久战 楚天书你这种再来一次的想法 就像是重启手机的思维 短期有效 但问题根源呢 别忘了 于涛和张旭霞的问题 根植于权力的滥用和缺乏监督 你提到的洛斯波洛斯式的操作 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权力资源的滥用 这个社会中权力和金钱紧密交织 有时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保护伞 还有通行证 想要真正清除这些问题 只靠一轮又一轮的刮骨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的是从源头上 构建一种防止权力滥用的机制 可能包括透明的监督机制 公众的参与 以及对权力的严格制约 否则今天是于涛 明天可能是另一个人 谢琪琪我同意你的 防止权力滥用机制听 上句不错 不过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权力和腐败一直以来都是半生问题 就像牛顿的力与反作用力一样自然 你想想张旭霞从1996年就在哈尔滨开店 那时的虞涛还是个刑侦大队长 他们之间的革命有意可能长达几十年 怎么可能通过几次刮骨疗毒或者机制设计就彻底解决 这就像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路 或者说是打地鼠游戏 打掉一个鱼桃 还会有下一个 与其抱着理想化的 制度化解决方案 不如从观念上改变 从小培养正直的价值观 才能真正改变现状 楚天书 你说的对 观念的改变确实重要 但你不能小看制度的力量 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 但制度的约束可以立竿见影 就像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全球最连结的国家之一 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突然变得高尚 而是因为他们用了极为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行为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 但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环境 让权力不至于让人膨胀到以黑为荣 于涛和张旭霞的案例比任何教科书都生动 他告诉我们 犯罪和腐败 没有天然的防火墙 约束和惩罚才是唯一的防御机制 所以别再推给教育和观念了 制度才是我们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探讨了如何应对权力腐败 及警察与黑暗世界的交织 两位辩手在不同的角度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值得深入分析 楚天书以黑色幽默的方式 描绘了于涛的变化 并知一线有的反腐措施是否足够 他提到的刮骨撩毒行动 似乎只是治标不治本 反映出对于腐败问题的深刻担忧 尤其是对权力腐蚀的认识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他揭示了在制度层面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优秀的公职人员也可能沦为犯罪分子 楚天书的回应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腐败的阴影是多么深厚 并将责任归咎于体制 然而 谢奇奇则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 认为单靠观念的改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引用新加坡的成功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一点引发了对制度本质的深思 谢奇奇认为 制度化的约束和透明的监督机制 比单纯的观念改变更具有效性 这一论点虽然合理 但未必能充分解释为何级别有制度 依然可能出现腐败现象 在这场辩论中 两位辩手提出的观点都不无道理 却反映出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认知 楚天书的悲观论调和谢奇奇的理想主义 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人不禁思考 究竟是制度的缺失还是观念的落后 更加促成了腐败的滋生 这样的探讨无疑是重要的 因为在当前社会中 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 总结来说 楚天书强调了权力的腐蚀性 及反腐措施的不足 谢奇奇责主张应建立有效的制度 来应对权力的滥用 两人虽然立场不同 却共同引发了对于如何有效反腐的深层思考 只有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真正实现对权力的不断约束 维护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冷却 sky of 的 你去哪里吃饭 家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缅甸内战的动荡局势 如何迅速蔓延至中国边境 数以万计的缅甸民众 为了逃避战火而涌向中缅边境口岸 但迎接他们的 却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军警组成的人强 这一幕不仅让人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更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 纷纷表达着对接收难民的反对 随着缅甸军政府在内战中屡屡败退 局势愈发复杂 中国的边境安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北京在与缅甸各方势力之间不断斡旋 试图维护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然而缅甸的政局动荡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 也使得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外交挑战 我们将一一剖析缅甸军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斗争 以及中国如何在这场危机中保持平衡 米昂来或将在下月访华 这是否意味着中缅关系将迎来转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缅甸内战的阴影下 人们的命运如惊涛骇浪般跌宕起伏 数以万计的缅甸民众迫于生存被迫涌向中缅边境 企图寻找一丝避风港 然而挡在他们面前的是由鹤枪实弹的中国军人组成的人强 严防死守的姿态让人望而却步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时间栏目在10月21日发布了一则视频 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紧张局势 视频中滚滚硝烟在远处升起 映衬着边境一带战火不断的紧迫感 另有一段画面显示 鹤枪实弹全副武装的中国武警和军人 在腾冲中缅边界口岸筑起人墙 面前是一群有老有小的缅甸民众 空气中弥漫着无法言说的紧张 视频的发布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短短几天内便获得了450万次点击和6000多则留言 网友们的评论褒贬不一 点赞数最高的几则留言表达了对中国军人辛苦付出的敬意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难民朝表示抵触 坚决反对接收难民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一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缅甸局势的复杂感受 既有对人道主义的同情 也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缅甸的局势自军方在2021年发动政变 推翻翁山叔之政府以来一直动荡不安 军方与民主派势力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 使得缅甸军政府陷入步步为营的困境 彭博社的报道揭示了缅甸军政府在8月初失守重要的贸易重镇 善邦北部首府蜡树的惨状 蜡树是以华人华侨居多的城市 也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贸易通道 失守后缅甸军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 使得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而在缅甸北部 德昂民族解放军若开军和缅甸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组成的三兄弟联盟 在通往云南的公路沿线对缅政府军展开新一波攻势 善邦北部陷入战乱之中 德昂民族解放军发言人透露 他们经过数周的奋战 在10月13日成功占领缅甸政府军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与此同时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 反军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盟军在缅中边境城镇邦马附近夺取了军事阵地 中国为此关闭了边境通道 拒绝让逃离战火的平民入境 这一封锁导致约一千人被困在边境线上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缅甸媒体 今日缅甸报道 中国关闭了所有与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地区相连的过境点 克钦独立组织作为克钦独立军的支持者 与中国在云南银江的谈判中拒绝了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使得边境局势更加复杂 种种情况表明 中国在缅甸内战中的角色日益显得微妙 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危机组织指出 中国对2021年缅甸政变的态度复杂 一方面 政变终结了中缅关系改善的时期 打乱了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计划 另一方面 中国虽然与缅甸军政府保持高层接触 但避免恢复关系正常化 更没有承认军政府领导人为国家元首 缅甸边境地区针对中国公民的网络诈骗窝点 一度始终缅关系降温 然而 北京对反政府武装 在缅甸东北部国杆地区的攻势 采取消极默许的态度 这一举动显然增加了缅甸军政府的崩溃风险 尽管如此 中国也同时通过施加更大压力来控制局势 要求叛军坚守在缅甸北部的势力范围 并支持军政府的行动 以确保国家不会陷入混乱 国际危机组织缅甸高级顾问霍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虽然不喜欢宪政权 但绝对不希望看到其瓦解 因为后果不可预测 这并非中国所愿 为了加强边境安全 中国解放军今年频繁在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展示其决心 在八月 解放军组织大规模的士兵实弹演习 进一步提升了军队在边境地区的快速机动和联合打击能力 演习之前 中国外长王毅曾访问缅甸 会见军政府领导人明昂来 重申中国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原则 但同时强调支持缅甸实现国内和平与稳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分析指出 尽管中国对军政府表达了支持 但其实在通过演习向其施压 希望缅甸军方重启与叛军的和平谈判 减少冲突计划 事实上在北京的斡旋下 缅甸的双方曾有望停火 但停火协议迅速破裂 战火在六月重新燃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遭遇爆炸袭击 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管涉损坏严重 发动袭击的责任者尚未确认 但这很可能与缅甸日益高涨的反中情绪有关 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缅甸军政府 为了向中国施压而假借他人民义进行的行为 法新社的消息透露 缅甸军政府领导人 敏昂来计划在下月访问中国 这将是他自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的首次访华 标志着中国对缅政策可能出现的重大转变 国际危机组织的霍西对此分析认为 中缅关系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此次会面是否发生 以及会谈的结果如何 然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 缅甸内战的战火已经逼近中国的边界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中 中国如何平衡与缅甸军政府和叛军之间的关系 避免引火烧身 是对其外交智慧和政治考量的严峻考验 边境口岸的关闭和汹涌而来的难民潮 无不昭示着缅甸内战的影响 正逐步渗透至中国境内 这一局势的发展令人堪忧 一场堪比侦探小说的惊悚戏码 在缅甸曼德勒悄然上演 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10月18日傍晚 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袭击 丢出几颗手榴弹如魔术师的彩带般 在空中翻滚 结果只在领事馆的屋顶和设施上 留下了几个小小的疤痕 幽默的是 他的破坏力只限于制造了一场 挨压的惊呼 而没有一滴血溅出 事件一出 缅甸军政府迅速用上了 他们的恐怖攻击标签 仿佛给一块生锈的铁牌上漆 企图掩盖其背后的复杂真相 然而 几天的调查下来 仿佛在玩一场捉迷藏 始终找不到那个藏在暗处的调皮鬼 缅甸局势的分析人士 则向福尔摩斯班 推测这起事件背后 可能是缅甸军政府自己 缅北的武装反抗军 甚至是某些对中国插手缅甸内政 感到不满的神秘势力所为 哦 这可真是一场混乱的政治芭蕾舞剧 仰光的秋天不算寒冷 但这起事件却让缅甸的政治气氛有些冷嗖嗖 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例行记者会上 他仿佛化身为一位严厉的班主任 要求缅甸当局彻查并抓捕肇事者 言辞中透着一丝 老师要家长好好教育下导弹学生的意味 然而缅甸的影子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也不甘寂寞 赶忙跳出来撇清关系 仿佛在说 哎 这锅我们不背 但舆论的潮水却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 一落瓦底媒体揭露 某些目击者曾看到支持缅甸军政府的民兵 在事发后狼狈逃窜 引发了更多的猜测 对此 缅甸流亡非政府组织协同作用的创办人泰瑞温 如同一位阅历丰富的政治评论家 表示这起事件更像是缅甸军政府自己导演的一出嫁祸大戏 意图通过抹黑反对派武装 来让中国对反抗力量施加更大压力 泰瑞温像是在包洋葱一般 一层一层揭开这起事件的复杂面纱 认为反抗军不太可能袭击中国领事馆 因为一旦这样做 只会招来更多的麻烦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事件背后 还有一段关于电信诈骗的插曲 缅甸军政府在打击这些诈骗集团方面的战绩不太漂亮 于是中国去年11月携手缅北的国敢反抗军 奏响了一曲清除诈骗集团的协奏曲 虽然奏效 却也引发了缅甸更大的内战 国敢反抗军凭借中国的支持 如同英雄般收复了不少失地 让缅甸军政府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 这场政治斗争的背后 不仅是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 更是对中缅关系的考验 在中国看来 缅甸这位邻居就像个麻烦不断的小弟 总是需要大哥的帮忙和支持 然而 这种兄弟情谊并不总能够打动缅甸的心 前人权观察亚洲事务的资深研究员大卫马修森指出 缅甸国内的多方势力都有可能参与袭击事件 各自怀着不同的动机 不得不说 缅甸网民在社交媒体上 对中国的不满可谓是重口难调 尤其是在中国外长王毅八月访免后 这种情绪更是高涨如同火山喷发 缅甸民众普遍认为 中国对缅甸的内政干涉的太多 仿佛客人不请自来 还在厨房指手画脚 这种反感让缅甸国内的反中情绪如梗在喉无法忽视 而在这场事件中缅甸的军政府和反抗军就像站在天平两端的天使与恶魔都可能是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缅甸的反中情节复杂多样 缅甸的军政府不满中国支持的反抗军而反抗军则不满中国对军政府的长期扶持 作为缅甸的邻国中国在两者之间如同一位骑士试图在和平与支持之路上找到一种平衡 而这条路显然并不平坦 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无可否认 而这次的领馆事件无疑是给了中国一个警示 北京需要反思起在缅甸的态度和政策 尤其是在对待缅甸内政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军于8月底与缅甸瓦邦特区代表会面时的一些言论 就曾在网上掀起波澜 显示出中国的立场在缅甸民众中并不受欢迎 对于缅甸民众而言 他们谴责这种攻击行为 但同时也对中国的政策感到不满 现年58岁的眼科医生内奇就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心情 他反对暴力 但也呼吁中国不要只为了自身利益而干涉缅甸内政 他认为这样的袭击更像是极端爱国主义者的行为 而非恐怖分子 而在缅甸的华人像李先生这样已经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经商八年的资深商人 对缅甸动荡的局势早已习以为常 自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 各地的反中情绪时不时的爆发 仿佛一阵短暂的热浪 尽管经过军政府的镇压 但依然无法完全消散 他认为 这次领馆事件更像是一次对中国不满的宣泄 而不是恐怖攻击 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 缅甸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对于在缅甸商的中资企业和商人来说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也是一场不亚于政治斗争的挑战 虽然使馆的轻微攻击没有让他们惊掉下巴 但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仍需警惕周围环境的变化 这场围绕中国驻缅甸曼德勒领馆的袭击事件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头弹事件 它揭示了缅甸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中缅关系的微妙平衡 无论是缅甸军政府反抗军还是中国 如何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角力中找到出路 仍然是需要时间和智慧来解答的难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在缅甸问题上采取的坚决立场是合理的 面对缅甸内战带来的难民潮 中国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 历史上像1979年越南战争期间 中国同样采取了严格的边境防卫措施 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影响 若不加以控制难民涌入 可能带来社会治安卫生等多方面问题 缅甸内部问题应尤其自行解决 中国有权选择不干涉 保持与缅甸军政府和叛军之间的平衡 使中国外交的智慧体现 确保缅甸局势稳定 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然而关闭边境并不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邻国内战期间选择接收难民 如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中接收了大量难民 虽然这些涌入给国家带来压力 但也是国际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展现更多的国际担当 中国过去也曾因国内战乱而有大批难民外逃 如二战期间不少中国难民或其他国家收留 避免缅甸内战波及中国的最佳方法是 积极参与调解而不是仅仅拒绝难民入境 别忘了中国已经在缅甸问题上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 尽力调解军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冲突 即便如此中国的首要责任仍是其公民和国家利益 国际上对缅甸的制裁和不干预策略反而让缅甸局势更加复杂 中国不能简单施行开放边境政策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边境地区的稳定 即使在过去中国接收难民也是在有限和可控的范围内进行的 我们需要理解确保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的首要任务 特别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管理上 当然国家安全重要 但我们不能把难民问题简单归于安全威胁 许多人只是在逃避战火寻找生存希望 类似问题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例如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 许多国家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了难民问题 而不是单纯依靠封锁边境 中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全球影响力 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谈判 推动缅甸的和平进程 同时接纳部分难民并提供人道援助 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然而接纳难民并不是解决缅甸问题的长久之策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承受能力的限制 中国必须在国家资源与国际责任间取得平衡 历史上许多国家因无法妥善处理难民问题导致社会动荡 比如欧洲在2015年难民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对于缅甸 中国采取的封闭边境政策是为了防止不确定因素进入 同时中国也在通过外交渠道努力促进缅甸的和平进程 确保地区稳定与和平才是解决缅甸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非简单的难民接受政策 相比之下 开放与合作才是长久之计 中国可以效仿德国在2015年难民危机中的做法 接收部分难民并鼓励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缅甸问题 与此同时 增加对难民的控制和筛查措施 确保安全 长远来看 难民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道主义 更是展示中国软实力的机会 通过协助缅甸恢复和平与发展 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以合作和人道精神赢得更多国际支持 而不只是通过控制边界来解决国内安全问题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缅甸问题上的辩论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分别代表了国家安全与人道责任的对立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他提到历史上 中国在面对外部动乱时采取的措施 以确保国家稳定 然而 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短视 忽略了人道主义的必要性 尽管难民问题确实会对国家安全带来挑战 但如果仅仅通过封闭边境来应对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人道危机和国际形象的下降 他的论述缺乏对中国作为大国 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的重视 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而谢琪琪则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 主张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接受部分难民以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他的观点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思考 在历史上 中国曾经也接纳过难民 展现出人道关怀 他提到的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难民问题 提供了一个更加长远的解决方案 显示出对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构建的深刻理解 然而 他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挑战 如何在接纳难民和保障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仍需更深入的探讨 在二者的辩论中 楚天书较为注重现实主义的立场 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和边境安全 而谢琪琪则更倾向于理想主义 强调人道责任与国际合作 这种思想的碰撞使得辩论更加丰富多元 但也凸显了当今国际关系中人道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总结而言 二者的辩论不仅是对缅甸问题的探讨 也是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应如何平衡自身利益与人道责任的思考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应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人道主义行动和国际合作 只有通过有效的平衡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加积极的声誉 并推动区域及全球的和平发展 您好 我是张天书 在读书 紫栏目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进出新加坡监狱 即近年来在中国的异端并赴体无常识 本书是作者七年前出版的自传 进出中组部 简称前者 许篇 分上卷 下卷 及附录三部分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 第四章 新加坡领袖聘请我 继续来说 4.1进新二号领袖的研究所 吴清瑞对我很重视 第一 破例为我写序 我在东亚所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李光耀和吴最关注的 中国如何选拔高级官员 极少为他人作序的吴 破例为我写了署名执行主席吴清瑞的一整页长序 主要内容是 如何统治一个拥有十一亿人民的大国 这篇论文详细地描述了政府内部机构的运作细节 要概括这个论文是很难的 因为它已经非常浓缩精炼了 我特殊的兴趣是中组部清干局 它的任务是识别中国未来的领袖 清干局都是高干的孩子 但在中组部这个保守的堡垒中 清干局最终获得改革者和异端的荣誉 第二 请经济学人报道我 1992年吴说 你在新加坡的学术地位已确立 但是在世界上 尤其在英文世界还很不够 经济学人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正经期刊 他的采访对东亚所和你个人大有益处 需要让世界知道 我们拥有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 经济学人赞扬了你 也让内阁那些不懂中文的部长们 了解你的价值 随后 经济学人来新采访我 1992年11月的经济学人 以活着的死亡国家为题 对我两整页的报道 以下是简要内容 第一部分 领袖来领袖去 党仍在 先介绍了中国政治体制潜论 后时采访我的新内容 中国与苏联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差异 一 中共经济改革成功 深得人心 苏共政治改革成功 人心不足 二 中国四分之三是农村 农村改革成效显著 三 中国不存在另一个权力中心 戈尔巴乔夫经过六年的政治改革 叶利钦已形成第二中心 四 中共已失去理想 唯一关心的是保全 邓小平的对策 是加速经济改革 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他初见成效 必将长期 并非永远 有效 第二部分 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社会 是我对中国当时的判断 和未来的预测 改革开放后 专制统治已缓解 中共再向市场化方向进展 现代的经济体系将削弱共产主义体系 但它不会立即发生 中国将在政治的共产主义统治与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抉择 在中国的投资 风险与回报共存 第三 让我给新加坡高级官员讲课 1993年 吴庆瑞让我为高级官员 讲授中国政治运作 四讲的题目是 中国的政治结构 共产党对全国的领导 中国的等级制度 邓小平后的中国 在总理公署 我为几十位高级公务员开讲 吴庆瑞制开讲词 我接着讲了一下午 连续讲了四次 共一个月 反应很好 我的讲义及所付图表 收录在1995年 新加坡时代 出版集团的英文版 在中国投资的 风险与回报一书 吴庆瑞还让我每个季度 到安全情报局讲课一次 因此 与他们的许国锋局长 陈金浦处长 及一些情报员成为朋友 我还不定期到 外交部政策分析局 答疑解惑 与东亚澳洲处谢处长 中国科方科长 日本科黄科长 泰国科坛科长 接触较多 在新期间 他们都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例如 新加坡国庆 我多次被邀请到贵宾管理台上 迈克尔 杰克逊的演唱会 英国艺术团的音乐剧 都送我贵宾票 这都是吴庆瑞面子 第四 安排我公开讲座 和发表论文 吴庆瑞还破例批准我举行 公开讲座 和发表解密论文 论中国的价格改革 1993年写出 吴说 你每年应该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以保持学者的身份和地位 这篇也可发表 两个月后 台湾 中国大陆研究刊登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 1994年写出 吴认为可以公开 中国大陆研究 随后刊登 论文在新加坡学界引起反响 吴又让我在东亚所举行半公开的学术讲座 从1995年人代会 刊登后证据 吴非常满意 用密集最高的东亚所评论 发送李光耀 李月后 认为与新高层观点相近 应该公开宣传 吴立即安排 我在东亚所举行公开的中文讲座 并通知媒体采访 此日 联合早报 新加坡新闻版的头条新闻 标题 江泽民地位巩固 在邓后能续掌权当政 副标题 东亚所研究员严怀 将人际关系好 以树立权威 标题下面 是我演讲的照片 新闻报道2000字 记载了我的主要观点 第五 特许在英文媒体发文 和接受采访 1995年 陈云逝世 我对吴清瑞说 过去你们要请陈云来 我不愿揽视 只说认识而不熟 其实我与陈家关系密切 我请求公开写文章悼念 五 应该写 人死了不算吹捧 在英文报纸发表 影响更大 四月 海峡时报 一个整版刊登我的 陈云 最后一位正统的共产党领袖 东亚所研究中国问题 讲座基本是中文 对其报道是中文 联合早报 海峡时报 发表上文后 开始关注我了 其逢总编持李光耀令件 让吴批准我可以用化名接受采访 此后 海峡时报经常出现中国政治分析者 将安对政治局势的分析和预测 第七 我离开东亚所后的照顾 1995年 我离开东亚所后 吴清瑞还经常约我回东亚所 咨询中国局势和正式政委新加坡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中国情报 其间较大型的公开动作有两次 其一 吴让我为东亚所分析1996年人代会的特点 我交出六千字的论文 东亚所新任执行领导王耕武转交我一千元支票 说是吴给我的稿酬 我领情据钱 其二 1996年下 吴有安排公开大型讲座 《江泽民在邓后的地位》 讲座的海报和通知上 我的职务是 东亚所客座研究员 海峡时报高级分析员 东亚所从未有过客座 我也是首次得知此殊荣 东亚所说 吴因已拒支票 特此客座 次日 联合早报 中港台新闻版 以江泽民牢固政治地位 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为标题 用一千多字报道我的讲座 感谢各位的关注 敬请期待 下一期 该书 第四章 4.2里光耀让我到海峡时报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 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请期待